我是I'm Office的余露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篇ORB Slam方面的论文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每周五的讨论会被称为 General Club 这个讨论会基本上是每周五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之间进行 讨论参与者以上上海公公司这边的员工为主 然后还有一些美国西海岸的做自动车方面的坚持的员工也会参与进来 讨论内容基本上是一些本周研读过的论文的内容 主要方向是GPS Slam和一些跟自动驾驶相关的论文 今天这个是第一次在毛豆网的平台上进行音频直播 希望大家能够多支持能多提问题和建议 接下来我把PPT放到第一页 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是ORB Slam和图优化 图优化是一个视频Slam中 在一个视觉Slam中 最近几年兴起的一个新方法 它的效果上来说还是挺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今天所讲的内容参考的主要论文名是 ORB Slam A Versatile and Accurate Monocular Slam System 这篇论文的作者是Murato 是一个西班牙的帅小伙 这个人很年轻 他是八九年生的 然后ORB Slam 呢 从近年的情况 应该说也 他这篇论文是发表在2015年 所以还是比较新的 然后他还推出了一个第二版 ORB Slam 2 ORB Slam 2它可以处理双目视觉系统 并且可以处理RGBT 就是彩色图并且是戴景深的 就是可以看成是个 今天我说这个ORB Slam的一个加强版吧 然后ORB Slam 在最近这两年来看 可以说是在视觉Slam系统中 可以称为是一个极大成者 他使用了各方面都是 可以说是被广泛认可过的一些主流的方案 把方案拼在一起 然后最后在效果上是比较好的 然后他在结果的可重复性上也是比较高的 就是因为在 这个在之后的部分中再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ORB Slam的 这个输入和输出流 输入的话是单色的或者是彩色图 也就是说他使用的传感器是相机 输出是有几种 因为说Slam它肯定是需要 像相机的轨迹图和未知图 track和pose 然后像相机的轨迹图和未知图 是一个可以看成是一个六个自由度 因为像相机是一个钢体的运 在三维空空间中的运运运动 所以是一个六个自由度 可以看成是一个六个自由度 因为像相机是一个钢体的运 在三维空间的运动 就是怎么样 好 然后这个第一块就是输出的是Slam 因为从原理上来说Slam输出是有轨迹图和地图 两部分构成的 第一部分是相机的轨迹和未知 第二部分是一个基础的三维的点云 然后在这个Orbislam中 它还输出了一个叫keyframe pose 就是一个keyframe 就是关键针的未知 声音更大点是吧 声音更大点的话 我靠近一点还是把 我不让他讲 靠近一点 然后是一个叫共识图 我把这个词翻译成共识图 covisibility graph 这个是一个这篇论文中使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之一 然后Orbislam还有一点是比较好的 它是一个在代码上完全开源的 就是任何人想用想学 只要到网站上去看就可以了 然后网站已经列在这儿了 好 我们看下一页 然后Orbislam这篇论文中 其实说实话的话 它并没有提出创新性很强的新的方案或者是新的算法 但是它把一些现有的算法整合在一起 然后进行一些局上的小优化 所以总体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下面这六点就是它这篇论文中的主要贡献点 第一个就是使用了一个Orb的方案 Orb这个方案它主要是用于对特征的提取和描述 然后它是对就是在整个系统的流程中 是使用了一个同样的特征元 这包括制图重新定位和闭环 在一个使用PCG的情况下 它可以达到一个实时的real time的 就是它在数据处理上可以达到一个实时的要求 第二和第三点是我今天可能会着重讲的 就是共识图要点图 其中共识图主要是用于在局部的轨迹计算和地图制作上 要点图它主要是使用在一个全局的优化上 特别是在闭环算法上 然后接下来这三点也是Orb3M可以说做的比较强的 一个是重新定位 重新定位也就是说你的机器人 比如说遇到一些意外情况之后 它的这个数据流突然被打断了 在Orb3M的算法下 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重新把机器人在地图中定位 接下来一点是这个叫初始化的过程流吧 初始化也是Orb3M做的比较强了 它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然后这个鲁棒性也是比较高的 最后一条是它使用一个叫适者生存的方案 来进行这个关键针的筛选 好我们看下 这一项主角是说的Orb3M的一个整体的系统框架 Orb3M它是由三大块三个流流程同时跑的 第一个是应该说是轨迹 轨迹第二块是局部制图 第三块是这个闭环 在轨迹这块它一开始做 除了初始化之外 它做的事情是通过Orb3M的算法来提取出 通过Orb3M的算法来提取出图像中的特征 并且对这些特征使用一个叫辞带的方案来进行描述 然后它能得到一条局部的轨迹 然后在这个轨迹方案中 它也负责生成新的关键针 在这个制图的模块中 主要做的事情是对关键针和那个keyframe 应该是关键针 MapPoint是地图标志点 关键针和地图标志点的选取和淘汰 这个是在局部制图模块中主要完成的功能点 它里面采取的一个重要的方案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共识图 然后接下来一个大模块是闭环 闭环它又分为闭环检测和闭环修整 这两块中在这篇论文中 它其实提出一个主要的创新点 就是使用那个叫Essential Graph 我把它翻译成要点图 使用这个方案来进行闭环的检测和修正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ORB到底是指啥 对吧 ORB的话它实际上是叫Oriented Fast and Rotated Brief 然后Fast和Brief这两词本身也是一个缩写 第一点呢 就是ORB这个算法它是用来进行特征的提取和描述 然后Fast是Features from Assented Segment Test 这个方案可能是几年前吧 我我印象中就是这个是在这个特征提取 提取方案中是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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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的 就是并不是在这一篇论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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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被新提提出的 然后它主要是来检测图上中的角点 conor point 然后它把这些点作为特征点提取出来 然后呢 偶尔比义把它稍微增强一些 就是它把这些角点给定向了 然后它定向在方案上是相当于可以认为是选取的一个中心点 有人举手了 是选取的一个中心点 然后和它提取出的中心点和提取出的角点之间 计算一个displacement的话应该是位移量 我稍等一下 有听众提问了一下 我看一下应该是在哪儿改 应该是 不是 我是要做什么 行行行 好 我记得说刚刚说到是那个FAST这个方案 他提取出的结果是带方向量的角点来作为最初的特征点 方向量的角点来作为最初的 然后 方向量的 然后是这个brief brief是Binary Robust Independent and Elementary Features 这个也是一个可能年头上也不能算太久的一个方案 它是一个特征的描述子 也就是说它是在你提取出特征之后 这个是在提取出特征之后来说说明如何来描述被提取出的特征点 然后欧阿比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 它又把它增强了一些旋转不变量 也就是你在特征提取的过程中 可能在这一阵和下一阵中发生过旋转过后 在这个欧阿比中 它依然可以把它判定为是相同的特征点 好 如果欧阿比这块还有兴趣比较多的话 可可以去看最初提出欧阿比的这个论文 我已经写来这儿 他的作者是 应该是这样念吧 好 然后这些块是关于欧阿比的 然后是关于 MapPoints和Keyframes MapPoints的话是地图标志点 也就是最后生生成的地图点点云中的点 Keyframes是关关键帧 把Keyframes连连后 就是把关键帧帧之后就是像相机的这个轨迹未知图 在每一个地图标志点 点中会储存这些内容 第一个是三迪的坐标 然后有他的观看的观看的角 叫视视角吧 然后是欧阿比的描述子 也就是说这个点 他跟他所相关的特征点的描述子 然后最后还会记录一个最大和最小的距离值 也就是说这个点在多远和多多近的范围内 可以被相相机观测到 在关键帧中会记录像相机的位置 相机的内餐和跟相相机相关的其他一些纸值 包括焦距和焦点 同时每个关键帧中也会记录 就是欧阿比在这一天中提取出的所有的特征 然后这稍微提一下新的关键帧和新的地图点的生成和淘汰的方案 从总体来说在欧阿比Slam中 它的生成方案上是一个 实际处处处一个叫宽禁研出吧 就是说新生成新的地图点和关键帧是比较多的 但是他在淘汰率上也是比较高的 举例来说吧 在关键帧上 如果这个关键帧和其他至少 其他至少三个关键帧有90%以上的地图点是重合的 那这个关键帧就会被删除掉 就是在实际过程中可以看成你的机器人在行走的过程中 如果是距离比较近的情况下 开过附近的一些点 很有可能他能看到地图点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会在算法中会生成新的关键帧 但是这个关键帧很快就会被淘汰掉 接下来再说一下这个算法中 做出比较好的另一款是重定位 重新定位这块 重新定位是 机器人如果在轨迹定位的过程中 出现一些意外情况 使得它的定位突然丢失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需要尽快的把机器人重新定位到地图中 它这才采取的一个最关键的方案 是一个词带的方案叫back of words 就是它是被每幅图都采用了很多词 words来进行描述 这个方案在之后会更详细的介绍一下 然后在这个 此在这个方案可以帮助 可以帮助算法 以一个比较快的速度来选取出最有可能 可能被重新定位到的关键 关键 在选取出最有可能的一批关键 的候选人之后 才采用这个 orb的特征点方案 然后他才采用的算法是 Ransac就是叫随机投票 Random Consensus Random Sampling Consensus 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个方案 这就不展开了 然后通常情况下 在这一批关键帧的候选人中 是可以很快的选择出几个最有可能的候选人 然后最后再会在这批在少数这几个关键帧中 进行一个优化 计算出 计算出当 从计算出机器人当前被重新定位到的 这个位置点和设设计的位置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提到过这个词 词在算算算算法吧 Bag of words 他是主要用于来判判断这个 从同一个地点是不是被重新访问过 他的算在实现的原理上 可以认为是对每一帧或者叫每一幅图 用了很多单词来进行描述 也就是说 以最简单的例子来看 如果我们只使用三个词 比如说是树木行人和车 然后在某一帧上有 我们看到有七棵树 三个人两辆车 那么在这幅图上它生成一个值为732的向量 然后如果有第二幅图 它同样也生成的一个向量是732的话 就会跟这个图是比较近的 在跟这个图比较近的情况下 就会认为这两张图的相关性非常高 就把这两张图判断成有可能是同样的一个地点 这个是词带这个算法的一个大大致的过程吧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 这个词词带中就是使用的单词量会非常大 通常会成千上万 并且这些词在现实中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误语上的含义 所以说词带的方案的话 应该说也是现在主流所采取的方案之一吧 然后它做的最好的应该是叫dbo.w2 这个也是一个开源的方案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网上去找去查 然后今天可能要稍微重点提提一下 是这个图优化的算法 图优化的算法是最近几年可以说在视觉Slam上 去取得效果比较好的 因为它最关键是它把运算量降低的比较多 使得本来一些可能在计算复杂度上很大的方案 现在几乎可以到到达这个实时性 我来看一下首先来看一下图 图在数字上的定义实际上就可以看成是一些点和一些边 就是点 就是一些点 然后在这些点直接有一些边把它们连连连 然后在图优化中通常所采用的方案是加全图 也就是说每一条边上是有一个全种值 这个全种值越高 说明这两个点的相关性越大 然后把图优化算法运用到Slam中 基本上是这样做的 每个关键帧都被看成是一个点 然后这两个关键帧中如果它能够观测到足够多的地图点 那么这两幅关键帧被认为是相邻的 所谓相邻也就是说这两个关键帧之间存在一条边 然后这条边的全种是和这两个关键帧能够观测到相同的地图点的数量是一样大的 也就是说这两个关键帧能够同时观测到相同的地图点越多 这两个关键帧之间的相关性越大 在这样的前提下就可以建立出共识图 也就是相邻的共识图就是两个关键帧之间它能够同样观测到相同的地图关键点足够多了 这两个关键帧就被认为是相邻的 如果低于一个一开始预设好的预值的话 那这两个关键帧就被认为是不相邻的 前面这个是一个共识图的概念 接下来在全局优化中它是 orbslam中使用的是一个叫要点图 要点图和共识图相比 它的顶点是一样多的 就是顶点依然是所有的关键帧 但是它编的数目应该会通常情况下会差数数量级 甚至会差几个数数量级 从图论上来说 要点包含共识图中的一个生成数 生成数的话可以看成是可以看成是它选 选择这个图中所有的边保 保持它的联通性的前提下去去掉了所有的闭环 然后它同时也包含了所有权重超过某特定值的边 在这篇论文的实验中它选择的权重值是100 也就是说所有权重超过100的点 也会被包含在要点图中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几张图 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出这个共识图和要点图的含义吧 在图A这张图中可以看到很多深蓝色的小方块 这些深蓝色的小方块是那个P frame也就是关键帧 然后可以看到一个绿颜色的小方块 绿颜色的小方块是当前的关键帧 也就是说机器人当前所处在的位置 在天蓝色的小方块这一圈中间可以看到一些红颜色和黑颜色点 这些点是地图点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map points 然后红颜色这些点是在当前关键帧可以被看见的点 而黑颜色这些点是在当前关键帧下不能被看见的点 这个是图A 然后从图A变成图B的话 可以看到有很多绿颜色的线几乎连成面了已经 因为这些线非常的密 这些线非常的密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在共识图中 如果相邻两点之间 它能够观测到相的地图点数量超过某个测定值 这篇论文中选择的值应该是15吧 就是能观测到相同的地图点超过15的话 就会有一条绿颜色的线 把这两个关键帧连接起来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边是非常多的 这个是图B是共识图 接下来是图B变到图C的区别是图C是图B的一颗生成数 生生成数这个概念可以看作是 可以看作是把这个图B中所有的B环全部消除掉 就是在保持图的连通性的前提下 去除掉所有的B环之后 剩下的所有的边 所以在图C中你可以看到有一条红颜色的线 除了这条红颜色的线之外 是不会有B环的 如果把红颜色这条边添加进这个图C之后 正好会形成整个图中第一个B环 所以图C是共识图的一个生成数 接下来看图D 图D是我们刚说到的要点图 它是在图C的基础上又增加进了所有权重超过100的边 权重超过100的边 你可以看成是 也就是相关关键之间 它能看到的相同的地图点是非常多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边也会被添加到要点图之中 好 然后这四个图就是共识图和要点图 然后接下来稍微介绍一下用图优化来做这件事情的数学背景 用图优化来做的话 它的优化目标函数基本上是以第一条中所列出的形式来写的 EK可以认为是一个误差项 然后在EK和EK之间 它有一个 在EK和EK之间有一个斜方差矩阵 这个GG症可以看成是误差项之间的相关性 在通常情况下它会被选择成一个对角症 甚至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它就会被选择成一个单位症 这样的话优化目标函数就会变成EK T乘以EK也就是EK的二范数 在实际的过程中 EK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可以变化 这边可以举例来看 我们可以把EK看成是 在当前的像位置TK下做了一次观测 观测的目标是地图点XK 然后得到的观测是ZK 这样的话会得到一个误差项 就是ZK-E乘以R乘以XK加T C和RT都是像相机 C是像相机的内参 而R和T是旋转量和平移量 这个量是需要求的 在这些EK被确定之后 我们可以在最优化的方法上 通常都选取一些比较常见 或者是比较主流的方案 比如说是高斯牛顿法 或者是LM法 LM法就是Levenberg Market 这两个方案是在做非线性最优化中 比较常见的方案 然后最关键的一点是 在通常的途优化的算法中 你使用这样的方案后 它得到的矩阵会非常大 但是如果使用了共识图 使用了共识图之后 只考 使用了共识图之后的话 只有一小部分点 也就是说只有一小部分关键帧 会能够观 就一小部分关键帧能够观测到足够多的 相同的地图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 求解最优化过程中的 解线性方程组中的 这个居阵 就会变成一个稀疏居阵 这样的话 它是对这个 这个可以看成是 ORB SLAM中一个最强项之一吧 ORB SLAM中的一个最强项之一 就是把最优化过程中的居阵稀疏化 稀疏化之后 就是大大降低的运算的复杂度 从而使它在至少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求求求出实时时捷 就是它在延炎石上 应该可以做到100毫米以下 然后如果对这方面数学背景上更感兴趣的话 可能需要牵涉更深一些的 比如说是李群和李带数 然后还有流行这块的 这就不做详细展开了 然后再来提一下 使用固定图和要点图来进行闭环 闭环在Slam中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在没有闭环的情况下 Slam会有非常明显的累积误查 当Slam经过长度组长之后 这个误杀值会非常的大 我们之后可以在一些图上 在一些实验结果中可以来看 然后币款检测这块的话 OrbSlam它主要是使用了这个磁带向量的方案 就是之前提到的back of words 然后它还使用了从共识图中生成出来的要点图 它在方案上是当初输入一个新的关键证Ki之后 对它的这个磁带向量进行对对对对比 然后它它所对比的对象 仅仅是在共识图中跟它相邻的点 也就是说在共识图中相邻的点 可以看成是他们在相邻的点 也就是说它应该是能够看到至少20个地图点 也就是说在使用了共识图之后 可以使需要被检测的这些点数量大为减少 因为它只要去对比在共识图中 跟新增的关键证Ki的点 然后得到一个最小值S 这个最小值在然后其其他所有的关键证 同时会跟Ki进行磁带向量的对比 如果这个值比刚才的最小值更小 那这些点就不会被考虑到 这些关键证就不会被考虑到 闭环检测中 并且和Ki直接相点 也不会被考虑到闭环检测中 然后它接下来在做闭环检测的过程中 它使用了要点图 使用要点图之后 它可以使得当检测到闭环之后 这整幅图需要进行一个全局性的最优化 进行全局性的最优化 在Slam算法中通常是比较难的 因为进行全局性的最优化 它参与进行的关键证和地谱点数量非常大 所以在运算复杂度上会非常高 这在ORB-Slam算法中 它是采用了刚刚所提到的要点图 从而使得这块全局最优化的 所需要的运算复杂度大为减轻了 有观众问就是它在微调这个轨迹 就是在全局最优化的过程中 它具体的话应该是有什么特别操作 就是刚才提到有关键证 然后它把那个关键证怎么样来进行它的运算复杂 或者它下降和提升它的全局最优化的进步 实际上从进步上来说还不规定是很高的 我们可以看之前这张图 就是右上角共识图右下角是要点图 在共识图中它的边数是非常大的 如果把这些所有的边都放到全局最优化中来算的话 这个会非常慢 所以说采用的是图笛中的要点图 在这个这个图中边的数量通常是会差一到两个数量 就是说它在计算的速度上是会快快很多 但是在精度上可能是会稍变差的 因为它实际上是少考虑的很多边 所以它优点是运算复杂度 运算复杂度是比较低的 这是它的优点 是优点 好我们刚刚说到这边 好接下来可以看一下这个算法的结果图 然后它这个先介绍一下这个算法 它所采取的两个数据包 这两个数据包应该都是挺有名的 一个叫这个新大大学CC sequence New College C Sequence 这个是一个我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是用一个机器人在校园和公园环境走的 然后长度是2.2公里它的它的数据源是一个双目的相机 每秒20帧分辨率是512乘以382 这个是一个在做Slam中很常用的数据包 然后这档幅图是用ORB Slam来跑数据包之后的结果图 在这两幅图中可以看到黑颜色的点是当前不可见的地图点 红颜色的点是当前可见的地图点 绿颜色的这条线是相机的轨迹图 在第一幅图中可以看到有一条深蓝色的线段 这条线的两头的这两个点在现实中是应该是重合的 但是在第一幅图中在没有进行闭环检测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Slam的偏差值是非常大的 然后在第二幅图是在同样的数据源下进行了闭环检测之后 判定出第一幅图中深蓝色的线段两端的这两个点应该是重合的 把这两个点重合在一起之后 又进行过重新的全局优化算法之后 可以看到整个靠右的轨迹图在形状上发发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在进行闭环的修正之后 整体的精度是大为提高了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数据包跑跑的结果 再看一下第二个数据包 它是KITTI 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和Slam相关的数据包 这有四伏图 在这四伏图中红颜色的虚线点都是真实值 而深蓝色的这个线段是用Slam跑完之后的轨迹图 可以看到图A A这张图中是没有做任何跟B环箱相关的事 可以看到Slam偏差是非常大的 如果注意看我可以看到X轴和Y轴单位是米 然后每一小格是100米 这样的话它在很多点的偏差值都应该在几十米 甚至有一些超过100米 这样的效果应该是比较差的 然后在图B中它才采取的一个是BA的方案 BA是那个Fundal Adjustment 就是可以叫 我不是太清楚这个词中文应该怎样翻的 但是这个也是在一个BB环检检测中常用的方案之一吧 当才采取了这个方案之后 深蓝色的轨迹图会变好一些 但是在很多点它的偏差依然是非常大的 然后图C的结果就会比较好的 它才采取的是要点图 就是这里写的是EG Essential Graph 它才采取ORB Slam这篇论文中提取的要点图 并且它的预值是选取的为100 也就是说全周超过100的边会被保留在要点图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看出那个深蓝色的线和红色的虚线在很多地方几乎是重合了 然后图底这张图是采用的要点图的方案 并且也同时才采取的BA方案 就是刚刚说的Bundle Adjustment 在这两个方案都采取的情况下会比图C的稍微变好一点点 但是偏差比较小了 然后是这个结果图 然后这里再稍微顺带提一下ORB Slam的第二代 ORB Slam 2 这个第二代现在是在一个在网上也是一个开源项目 最近可以说还是在进行中吧 然后第一代提升的地方主要是它直接提供了一个双数的 双目视觉的接口并且提供了RGBD的接口 也就是说输入的数据流可以是彩彩色图并且是在紧张的 然后它和ORB Slam一样 它也有闭环重定定位这些功能点 然后这个我想就只要提一下就行了 如果对这方面兴趣比较多 可可以到网上去找找相应的开元的像项目在GitHub 好,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ORB Slam的应该说是优缺点吧 它做的比较好的是这样几块 第一个是ORB Slam它采取了最近这些年 在视觉Slam中最常见的一些主流的方案 所以说对刚接触视觉Slam的初学者来说 如果能把ORB Slam吃的比较透的话 是会很有利的 然后第二点是它做的结果比较好 并且结果的可重复性比较高 和一些比较新颖一些的算法区别比较好 就是可能在某些论文中会有人提出一个新新方案 这些新新方案是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 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但是它这个效果的可重重复性比较差 这个可以说是也是ORB Slam的一个比较强的优点 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闭环这方面做的非常准 基本上能把所有的闭环都能检测到 然后最后一条就是它是一个完全开源的 并且代码的质量也是比较高的 然后最后再说说ORB Slam可能有存在的一些问题点 或者说是一些不足点吧 第一个是它在制除这方面稍稍稍稍弱 它提供的地图点比较少 所以说就是从应用层面上来说 你如果需要的你看中的重点是轨迹图 那么ORB Slam会比较好 如果在应用层面上你必须要轨迹图 也需要精进度比较高的地图的话 那ORB Slam可能会比较弱 因为它所能提供的第一图点会比较少 然后是第二点的话 可能也有点吹锚球球词吧 就是它是可以进行实时运算的 但是它可能对在这个系统性能上 它还需要一个四四核的CPU 如果要把它放入到嵌入式系统中 或者把它放在手机上来做 那可能会比较慢 然后第三点是 前面提到过的它使用了一个磁带 这个磁带它需要预载比较大的一个可以叫字点吧 这个它是就是说在系统开始运营前 是要先要进行一个138兆的预载 这个会比较慢 在传统的PT机上可能会比较快 但是如果放在手机上来做会比较慢 然后第四条从算码上来说 它这个里面就是各种各样写的代码里的参数比较多 然后这些参数值它是不是最优质呢 这个还很难说 今天我要介绍的内容基本上就说说到这儿 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提 然后我来看看这个地方 刚才可能我提的问题不是我观众想问的是什么 他可能想问的是在我比如说 我检测到两个位置是同一位置 那B环节测已经成功了 那我怎么样调节这个路径 就是像我们上桌说的Cantor Graph 它是用的是SPA的方法来做全序最优化 那ORB Slam的话它是用的是什么方法来做全序最优化 当然我可以这样说它在乐文中并没有很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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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写它是使用方法 但是它应该是用刚刚提提的 essential programs 来做 就是她的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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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速度 fu 在速速度上是会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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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快 它使什么边 yn 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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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n ch 在文章里没有记到有这个 然后她实际上这篇论论论混中所出出现数数数据公式是很少的 那如果要要查找她里面的群die最優移化的方法 可能得看代码 对一个是看代码 另外一个是看他那块所提要的参考文献 好的 大家看一下还有问题 好,那如果没有新的问题的话 我们这次GenoClub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期待下一周的每周五 谢谢大家 谢谢 然后这还 这 这边还有